火山口蹦击 臭壁骑行 悬崖露营 世界上最危险的六大景点究竟有多刺激 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 一不小心就会翻船的漂流你敢玩吗 科罗拉多河以其传奇的白水急流而闻名于世 而它的漂流也是世界上最刺激的漂流项目 想象一下沿着科罗拉多河一路向下 可以穿越160多公里的科罗拉多大峡谷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经过最陡峭的路段 其中大约有28条激流 刺激的程度远超赛车 科罗拉多河漂流有最恐怖的十级路况 复杂的水流速度和大洪水几乎一样 不过这也不是想玩就能玩的 全世界每年只有25000人可以进入这个区域漂流 同时为了公平起见 每位游客每年只允许玩一次 海库阶梯被称为通往天堂的路 是一条美国夏威夷瓦湖岛的陡峭践行步道 它非常的狭小 宽度只有半米左右 一共有3922级 最可怕的是它有70多年的历史 年久失修 无人修理 周围都是陡峭的悬崖 攀登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就可能追上深渊 但是当你登顶后 上面有一个鞦韆 坐上这个鞦韆 就是在天堂与人间反复的横跳 你是不是很好奇 谁没事把一个铁梯建在这里干什么 其实它还是二战的工程 这里之所以有间小房子和发射天线 因为它是美军的一个信号基站 它为太平洋战争传递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看世界上最刺激的火山蹦击 从远看 2847米的比亚里火山 是一个完美的圆锥形 从近看 你能欣赏到世界最美丽的熔岩湖 因此它也被称为全世界最美的火山之一 但是作为一个永久性的火山 它随时有可能打爆发 将周围的所有人烤焦 然而国外有人为了追求刺激 居然把直程飞机开到了火山口 然后一跃而下 进行一次次刺激又惊险的蹦击 真是小母牛坐飞机 牛X上天了 新西兰把蹦击玩出了新花样 人家在蹦击的时候 有人居然拿出剪刀 把绳子给剪了 他们还把人绑在椅子上 然后跟着椅子一起蹦击 或者把人的头用筒子罩住 然后再给它推下去 让它体验黑暗蹦击 如果你不敢跳 他们还会好心的帮你一下 一脚让你起飞 但是更丧心病狂的还是这种水面蹦击 这个蹦击点高达40米 他们故意把绳子放很长 蹦击的人一头砸下去 头部直接入水 也许只有真正的勇士才敢去挑战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 更加让你心脏狂跳的危险景点 你敢去悬崖上睡一觉吗 在阿尔卑斯山悬崖上空露营 虽然它每晚的收费高达750英镑 但是却没有阻止想要找刺激的体验者 项目总共有三种 第一种是木制平台悬浮于地面上 第二种是把简易的小床吊在大树上面 让你体验鸟巢的感觉 第三种就很刺激了 直接把小床放在了高达150多米的悬崖上 吊床的宽度只有一米左右 必须得吊安全绳 当然你也会看到有些人偷偷地把绳子解开 甚至还玩起了高难度动作 其实悬崖露营不仅仅是为了刺激 阿尔卑斯山的风景绝对会让你拍案叫绝 这里视野开阔 有一个美丽的湖泊 在这里观看日出 仿佛所有的痛苦和不快乐的情绪 都能够留在昨天 塞多纳白线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 巨大的红色岩石中 有一条连续的天然白线 它吸引了一众单车手前去挑战 白线海拔一千五百多米 离山脚有几百米的落差在这里骑行 稍不注意就会摔得粉尘碎骨 每年都有人摔残摔死 只能说刺激的极限运动 真不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敢玩的 我们就默默地看看这些大佬们的表演就行了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